懦诱 这龙祖身后 就是九顶子 乃我结教东深 秘穿掉门人 教主妃活于疆谜 并没有重启风神 万天地 朗朗乾坤 这 gone力量 你无法承受 陆仙 大道修为 结凶成恶 没想到龙主 看来必须先帮他挂起 教主 遇见 台记 以自身生命 献祭九鼎神圆 将龙族封印其中 占九鼎灵力耗尽 失去掌控 飞散于九州大地 等待天命者 将他们再次聚齐 重启三界 百年后 大周衰 春秋起 属于你的神话 开始了 赶紧醒过来 别废话 先把士兵清除再细说 哼 我是天上地下最可爱的小玉 选择灵匠 加入战斗阵楼 我们要开始战斗了 你可知道 零剑之间 存在种族刻 点击此处 就可以随时查看 刻攻击被克制的对手 可以增加攻击伤害 迷了 也要人 行动藏满了 就此处可以查看 敌我双方的行动顺序 打完了 我饿了 事态紧急 如今周王辉 先向我们分头 你负责清理后山之祖 记得 除恶必尽 操作摇杆 可以自由前进 目标明确的任务 选中后 可以自动前往 你想救他一命吗 发现了好东西 我在封神台里 就闻到了 只要有 隐魂灯 就可以将这小妖的 我来告诉你怎么使用隐魂灯 来了 来 跟我进入封神台 再次使用 隐魂灯 我是封神封天海 来都来了 这是我的故事 神兽白泽 知白鬼之事 小万妖之名 走 我们回去看看 卧主 谢谢您救下 你滚 风神台 如果你获得 卧主小心 有强大的敌人隐藏在附近 站在前排的灵箱更容易被攻击 来了来了 把防御型的灵箱换过来吧 就不能让我安心看书吗 随处可以查看队伍 灵箱有自己的种族技 好了 让我们继续战斗 如果觉得灵箱们战斗速度太慢 可以使用加速功能 使用技能时 可以积伞怒气草已经满了 让我们 让敌人就像烟花一样 嘴唇地消失吧 兔子极了 烟饶人 风暴来喽 坚持就是胜利 见过副大 元修大人命令我 获得对抗妖道们 那个家伙果然 直到我刚找到一个 就给我送来这么多 试验品 我们是 如今大王语 可是死去的你 嗯 就到这个地方 试试会生师兵的威力吧 诶 得了剑武器 唉 免敌身攻击的装备 从此处进入装备功能 这里是装备武器的地方 看 灵匠变强了吧 以后可要记得 多弄点厉害的装备 恨基师弟 实在不行 我们就去请师父出师 从门内应该 暂时还不用惊扰师父的 闭关清修 原来如此 这幕后这一切都说得通了 一名浑身是血的少年人 都 居然能从两一大阵里走出来 走 我们看看去 你是何人 救 救救 小四姐姐 噢 尸体快躲进屋里 小微 村子里被动 小四姐姐 那你一定要坚持下来 我就算死也要搬来救兵 救人如旧 你跟我下山去砸兴村一趟 灵叔 我们 好嘞 这体力活就交给我吧 我们出发吧 我等修仙之人 斩妖除魔 行侠仗义 要有仙同伴加入啦 你可以随时让灵匠 加入战斗阵容 别忘了保存哦 要开始历练了 只要完成历练目标 就可以领取 我为你准备的大礼哦 你看到那两个祭坛了吗 那就是阵眼 只要寻找到基因和吉阳 就可以利用属性相冲 让对灵物周围 往往半生有强大妖手 你要注意警惕 其实 灵匠在自动战斗时 选中击火那边 灵匠就会集中攻击他 云界绝 鹿星红 兔子极了也要人 没事 举手之狼 敌人又送我们一件宝物 赶紧看看里面有什么 呀 是神话卡 这可是对灵匠的能力 有很大帮 我等修仙之人 斩妖除魔 行侠仗义 此处可以相见 选择我们刚刚获得的神话 相见了神话卡后 灵匠就会获得新的技能 我们稍后在实战中试试看 这就是神话卡带来的技能 能够大幅提高灵匠的战斗力 没事 举手之狼 让我们为神话卡选择契合的灵匠 交送给他吧 我是金卫 炎帝的女儿 金卫填海 选择的属于他自身的神话 这简直是绝配 哎哟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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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趁现在对内阵法失效,我们快出去 是士兵傀儡,尽快把他们干掉,再一把火烧个干净 云剑爵,鹿兴红 风暴来喽 不急了也要人 御剑术,斩 小心脚下哦 没事,举手之狼 村中的士兵都清理了 多谢二,我等住 幸亏一名少,他目前留在 怎么没有看 你不说少侠 什么,难道是士兵的操纵 那丫头命苦,二位少侠,尽力便是 我是天上帝下最可爱的小玉兔 我是京卫,原地的女儿 京卫填海,就是我的故事 神兽白泽 我等修仙之 神兽白泽,知白鬼之事,小万妖之名 可悦 神兽白泽 小丫头 你真以为你能从我手里逃 救命 你别过来 谁 我需教你一件事 非我足利 齐心必义 妖族已使我人足 人妖领 小丫头 小丫头说得好 乖乖变成我的力量 矛盾 云界绝 怒惊风 锋帽来啦 裤剑岫耀人 御剑朔 斩 小心脚下哦 有花吧 为你宋在 别想躺 试试这一招 落叶归根 没事举手之冷 云剑绝衣室 洛青红 在下 都是小四 别说脾气主要 这 那妖魔带士兵入村 真不知道主人 都多久了 发现了一名 蠢 不怕二位村中人 小四值得 他果然舍弃了村子 跟着我 话不是这样 使我一人 你怎知那时候 不会再回去 我早让小维去 小四只要进 如今看来 二位少侠 你倒是好心 只是有些人不一定 哦 小四 那我们便回去吧 我等修仙之人 斩妖出魔 行侠仗义 分所应为 当灵匠的修为达到瓶颈时 就此处展示 现在执行进阶势 不敢收到的力量 我 嗯 哈哈哈哈 雅月房凤舞 城门厚爱 残军 又不敢认我 身体 你不敢挑 你不敢挑 它的表达 大刀 如今 一边 有些优优独播 你如果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